15.对线金奖瑞兹 本节为大家带来的是对线瑞兹的打法 我们精选了韩服大师分段的一场比赛 为大家分析它在对线期的细节 难道主系符文是电型 这是常规点法 不过副系没有点绝对专注 而是灵光披风 因为对线瑞兹想打出线上优势很难 但是6级之后却有很多的游走机会 对线抗压绝对专注的优势就无法发挥 所以他选择了带节奏能力更强的灵光披风 1级对面入侵 所以难道被迫学了Q技能 正常情况下应该学W 因为学Q不好补刀 1级上线不要推线 因为抢2的关键在第二波兵 第一波兵推过去 下一波就会在对方打下 这样对我们很不利 所以不能推 瑞兹1级的时候手长 所以越兵线想凶一波 但是越了兵线肯定不能反打 所以难道直接QA打了一套换一下血量 大家看瑞兹往后拉了一下才干反打 不过瑞兹抢了二级 所以难道直接放线 该放弃的补刀一定要放弃 不能投铁 前期血量的劣势会造成更大的补刀差距 难道已经很怂了 但还是被瑞兹打了一套 不过没关系 难道前期的续航能力很强 两个血瓶再加上Q技能的回血 难道的血量很快就回到了一半以上 注意了 难道每一个W都是用来打反手 而且会尽量避开满血小兵 如果用W技能来消耗 会把线推过去 兵线到了瑞兹塔下 我们很难发育 瑞兹要想反复消耗 我们必然会推线 不过这样正好可以避免打野干渴 血量耗低之后 难道回程不及 再次上线的瑞兹打得更凶 在塔下就疯狂消耗难道的血量 但是这个时候 瑞兹刚打完一套 就在他上位猛冲时间即将结束时 难道直接W闪接一发贴脸的AQA 同时挂上引燃 再补一发平A收尾 一套伤害打满 瑞兹血量瞬间见底 这一波就看难道的抓机会能力了 因为瑞兹有加速 难道很难先手 但是他先打消耗 把相位猛冲用掉了 而且一级的时候 为了拿一血把闪现交了 这个时候瑞兹是毫无逃生能力的 难道抓住这个机会 果断闪现完成单杀 小伙伴们对线有拉扯能力的英雄时 先手很容易被人风筝 一定要学会看敌人的技能空荡器 他既然疯狂的消耗我们 就免不了会有把关键技能打空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反打的时机了 果断一点才有机会打出优势 到了6级之后 单杀瑞兹的机会更多 7分50秒 难道在墙后卡视野 注意翻墙接W 然后没有先Q 而是直接R 注意这一波 W之后要马上大招隐身 因为你一露面 瑞兹可以很快打出相位猛冲 到时再想追人就来不及了 但如果你先隐身 他W跟E两个技能 都用不了 WRQA就能打出被动 完成击杀 寡妇虽然也在旁边蹲着 但是第一个Q空了 之后几乎全程AB 只在最后蹭了个助攻 所以不用担心伤害不够 瑞兹前期很脆 这一套绝对能秒杀 到了这个时候 难道的对线期就结束了 再次上线的难道 不跟瑞兹正面交锋 而是不停地游走 发挥他带节奏的优势 大家可以看到 难道待在中路的时间很短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视野 或者支援队友 这也是难道在对线期 最重要的一点 当你在线上 打不出优势的时候 不如放弃对线 去游走别的路 发挥你游走的优势 才能carry全场 打不出优势的时候 全都被打不出优势 踊在河里边 这一套练势中的时间 今天是不保识地人 才能发挥你来的 忍尬公老